私信太重,姚明果断出手调整名单让杜丰难堪,网友直呼,干的号9月13日下午4点,中国玩鞋官微发布了世界非预选赛的12人大名单,网友惊奇地发现,之前这份名单与之前,央视报出的12人大名单有所不同,由小鲨与陶汉林鼎替周站东进入名单,12人最终名单之前的12人名单, 曾被网友吐槽太奇葩的大名单,出现了6名后卫,确实有韩德军一位中锋,这让球迷议论纷纷,如果韩德军等内线球员意外受伤,内线将无人可用,而且,连周站东,陆伦伯都能进,陶汉林进不去大名单,杜丰大量使用广东籍球员也被人指示任人为亲私心太重,陶汉林大赛前夕调整名单,网友纷纷猜测, 一定是蓝鞋主席姚明出手,制止了杜丰这种荒唐行为,恐怕也只有姚明领导的蓝鞋,才能做出这样果敢的决定,网友纷纷对蓝鞋,这次果断出击表示拍手称快,一致点赞,这话在以往,那绝对是不敢想象的事情,姚明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